重庆地铁车厢内黑压压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清 车厢内时不时泛着诡异 红光气氛为妙 打手扶梯还亮起绿色灯光 网友笑称这周密室逃脱 游戏就改成坐地铁好了 四川也陷入宫殿困境 住宅楼停电外送员差点 就要在42度大热天 爬上25层楼耸餐 还好女顾客从上方抛下一条 红色绳子垂掉餐点 成功拉上25楼 网友笑称25楼没电梯 小哥很绝望 不过也说这高度要是绳子没细景 就是另外的故事 限电又热室内待不下去 四川大批民众席家带卷 深夜在桥上纳凉吹风 高温下的经济奇迹竟然是发电机 因为最近高温干旱嘛 停电的时间比较多 老板根本忙不过来 古重庆城门之一的 红崖洞景区也为了省电 昔日璀璨灯光全部关闭 变成一片漆黑 形成强烈对比 今年大陆缺电严重 主要依赖水力发电的四川 高温下用电量飙高 又因干旱水力发电不足 而且还要提供其他省份电力 导致自己不够用 严重电荒 记者离行承证贸报导 好 谢谢大家